行走在云桂高原 我们登高山川敏林 不仅领略了沧水雨滴 溪水缠缠的自然风光 还用镜头记录下了很多 生活在这里的珍稀洞之物 在哀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里保存着中国连偏面积最大的 亚热带原始森林 广阔的茫茫临海 特殊的地理位置 多样的气候环境和丰富的物种 促时以吴征仪院士为首的 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 于1981年再次建立生态金色站 选择在这里研究亚热带生态系统 我们这一个站是属于 咱们中国科学院西方马纳 热带植物园里面的一个机构 对于生态多样性的研究 这边也是个非常重要的站 对 所以它是属于云南省的话 国家站就两个 一个在我们艾劳上 另外一个在西山板 这是移居云南省亚热带生态系统 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台帐 我们来的时候 现在已经是旱季了 雨季过了 但是还是感觉湿冷湿冷的 你说得很准确 我们这一片森林 你准确地说就叫中山湿性产率 科学林 它为什么要加湿性两个字 就是你感觉到的湿 它是中淫湿润 这里的平均湿度 您平均湿度可以达到83% 83%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83%就是说在这个一定 这个体积里面的含水量 可以达到83% 这是年平均含水量 那最高呢 最高的七月份和八月份 每天都是百分之百 饱和的 百分之百的含水量 所以这边的这个 冻植物资源非常的丰富 对 爱老山常年湿润的气候下 苔藓等复生植物 呈现出生气勃发的掌势 是这里最常见的植物类型之一 苔藓由于体态微小 用肉眼难以看清叶品形态 被称为植物界的小矮人 森林中树木都穿着苔藓之旧的外衣 地面上的绿坛也尝试苔藓出品 我们满眼的清脆雨滴 离不开苔藓点缀 在这里 苔藓再也不是容易被忽视的矮子植物 而是江雨辽阔的一方领主 它们随处可见的身影 让我们充满好奇 来自中国科学院西生板纳植物园的神庭 将带我们走进这个森林中的矮人国 不同的高度 它的附生植物的种类不一样吗 还是形态不一样 还是 首先是它的多样性不一样 多样性是有一个变化的 第二个就是形态上有变化 就是由不同的苔藓组成的一个群络 那它们就是有了这样的不同的适应策略 刚刚修完 林关苔藓植物学硕士学位的神庭 正准备攻读博士 继续渗入研究复生苔藓群络的构建机制 他告诉我们 在过去几十年的调查研究中 科研工作者在埃老山地区 共记录到279种复生苔藓 约占中国苔藓种类的十二分之一 由于复生苔藓等复生类植物 不吸取宿主树的营养 大多数也不依托土壤 主要依靠空气中的物水 雨露和有限的腐植制生长 因此对气候环境变化尤为敏锐 对空气污染物的反应敏感度 大约是种子植物的十倍 在世界范围内 被广泛应用为环境指示植物 埃老山苔藓类植物种类丰富 不同高度的树上 分布着不同的苔藓行动 沈婷先带我们观察 树西部分的苔藓 它叫拟金之咸 拟金之咸 摸上去像地毯一样很柔软 对对对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树形 就像一棵树状的分枝一样的苔藓 然后这个 这种可能是王显一类的吧 您可以看到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矮丛 自己形的一个苔藓的形态 绝大多数苔藓喜欢生长在潮湿半阴环境 因此树鸡生长着较为丰富的苔藓种类 大鱼藓 阿萨鱼苔 绒苔和波叶尼金之咸 是树西区域的常见中 微距镜头下 苔藓植物不再是肉眼见到的一片绒状或玄垂状 而是呈现出更为丰富多样的形态 叶片纹理清晰可见 微距使单株苔藓的外表变得更加具体 不同的苔藓种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外在特征 看过了树基部分的苔藓类植物 我们准备乘坐打钓 去观察树干和树关部分的苔藓 不过在此之前 沈婷要先改造一下她采样的工具 这样的工具你是第一次改造吗还是 其实如果是在热带的话 这个又不实用了 热带的苔藓它们都贴着树皮长的 就不像这样的生物量很大 没有这么厚的垫层 所以我就一般就会用别的工具再来代替 比如说小铲子 就是这种平铲 然后这样铲出来是吗 是的 是的 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沈婷基于西双版纳和爱老山生塔站的 两座塔钓平台 研究云南热带和亚热带森林 附生苔藓植物的垂直分布 经常乘坐塔钓在高空进行采样 一件便利的工具必不可少 你到这边是一般什么季节会来观察 我们一般由于这个塔钓 它要避开雨季 因为下雨的时候操作起来比较危险 所以我一般都是刚好雨季过了 我会过来采样 好像下雨了 不是说雨季刚过吗 所以说这边的真的是中山湿性 长绿阔叶林带 即使雨季已经结束了 但是你看 在一天当中还是会碰到这样下雨的天气 是的 湿度真的是非常的大 冬季 位于山顶的亚热带森林气温 常在零摄氏度以下 小雨仅持续了几分钟就变成了冰雹 我们只好躲进车里 雨水来得快去得也快 十多分钟后雨过天晴 森林中甚至看不出刚刚下过雨 只有植物叶片上净硬的雨滴 显示着它们保溪甘露的畅快 经过雨水浇管 附生苔藓之物显得更加晶莹剔透 仿佛一串串坠在林间的绿宝石项链 由于超强的吸水和池水能力 树际的台丛在一次少量降雨后 就可以储存大量水分 为一些蕨类或种子植物 提供萌发和定居场所 雨停后 我们得以乘坐打钓 去观察树干和树冠上的台显 我们从几个高度来观测台显的 或者说来取样本 我们一般按我的实验标准来 我一般从树积两米以下去台显 然后再取树干的中下部 然后中上部 然后再灵贯的话 再取灵贯的内层中层以及外层 埃老山斩塔吊高55米 壁长60米 可以全方位覆盖一公顷的森林样地 为研究灵贯生态 及其复生植物提供的便利 沈厅告诉我们 复生在树木不同高度上的台显 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 我们将由低到高的观察 不同苔显险险落的分布和适应方式 随塔吊上升10米左右 一棵树的分叉处附生着一丛苔显 所以很容易够得着了 是吧 这是你自己发明的神器吗 对 还是品管用 所以说这么把它勾一下 勾一小块出来 不会对整体造成一定的破坏吧 对 它这个苔显呢 它是靠包子传播 那么我只是取得这么一小一点 然后不影响它整个群落 你可以看 这个应该是检叶台 检叶台的植物体交织成电状丛生 主要生长在海拔1600米 至3700米的树干或石头上 通过审厅采集的样本 微距镜头下 检叶台有着尖细的剪刀状叶片 通过观察眼前的这片 球状苔显深浅不易的颜色 审厅判断 这个群落至少生长着三四种苔显之物 它们呈丛状垫状的密集交织 匍匍生长 能够由胶降低自身与大气的接触面积 从而减少水分蒸发 采集了树木中上部的苔显样本 我们乘坐的塔吊又上升了几米 这个高度大型桥木逐渐减少 我们已经接近森林的林观层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枝有光线的位置 你能看到吗 看得到看得到 它的形态就更开展了 就像我们的头发一缕一缕的 它这种呢就是旋垂形的苔显 是慢显刻的 为什么它的形状要更长一些 然后更大一些呢 这样的话你看它旋垂状了之后 能充分地吸收我们这个林观层的雨露 然后还有一些水分 而且如果我们用显微镜来看它的形态特征 它的细胞其实是凸起来的 就我们一般观察一个植物体的细胞形态的时候 都是看到比较平整的表面 而它就是有油状凸起的一个物质 这是为了 这是为了反射这个强光 对于自身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旋垂形苔显的细胞壁上 通常都有油状凸起结构 这有利于反射阳光 减少水分散失 此外 桥木茂密的枝叶阻挡了一部分阳光 也可以避免强光照对它的直接损伤 来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镜头 这个就是旋垂形的 很柔软 慢显刻的 我看这个应该是一个多油 多油显 什么 多油显 油就是我刚刚说的它细胞壁有油状的凸起 吊栏继续上升 越接近灵关 复生苔显患上的外衣颜色越深 这是由于有色色素的光化区途径能避免植物被强光灼伤而进化出的特有生存策略 就是沿着树基树干到了灵关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苔显的生活形式在变化的 它们行使着自己的不同的生活策略 来在不同的深境占据它们独特的位置 虽然灵关苔显叫树基部分的苔显具有更大的水热压力 但多样化的灵关结构也为复生苔显提供了更多的微气候环境 因此 苔显类植物在树干部分减少后来到灵关又变得丰富起来 目前的研究证实 成熟的灵关墙墓上支撑了更多的苔显种类 尤其是老林树上棋居的苔显物种最多 几年的塔吊高空作业中 沈厅遇到过刮风 起雾 停电 吊栏不小心压倒树枝等意外 每次都是不小的心理挑战 但矮人王国的纷繁绚丽 让它克服了高空采样的困难 也引领着它孜孜不倦地继续探索 现在我们塔身大概已经快升到55米高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阿劳山中山湿性 长绿霍越林的一个外貌景象 我记得在泉江园的时候 然后当时的那个植物学家曾经跟我说 他说碳原始森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这个树冠就是像馒头一样的 像伞一样的 这说明它就是原始森林保持得非常的好 对 而且你可以看到原始森林是高低错落的 不是像我们人工林可能 很平整 对对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馒头状是分布在这个空间内的 非常温美 站在55米高空 我们才走出矮人王国 得以一睹孕育无数物种的整片森林 这片茫茫林海中生长着1482种维管树植物 丰富的物种 湿润的气候 为苔藓等附生植物提供了得听读后的理想居所 从微观的植物世界 到将原始森林尽收眼底 自然从不同侧面展示着它的无穷美丽